上面都有这个画面 那再来就算排名 排名要怎么算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叫rank.eq OK 插入函数 然后一样在统计类里面 怎么算排名呢 特别是请你找到统计类里面 它的位置是R开头 所以你往下找R开头的 R在这里 那其中的话呢 在旧版 如果你是2007以前的版本 它是叫rank没有.eq 可是2007以后的版本 就是要.eq 多一个.eq 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放的是rank 没有.eq 那个是因为我之前用的是2007的版本 OK 那其实其他都一样 那基本上它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 Lumber 就是说呢 你的合计是在哪里 这个了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REF 其实它全称叫reference 就是参考的范围 所以你看到REF就是reference 就是参考的范围 参考的范围就是说 它的合计 跟你要比较的 就是整个全部 所以REF就指的是 全部的范围里面 那rank它会自动帮你把它排 重新排序 它会回来告诉你说 你的成绩 这个 你的合计 在整个范围里面排第几名的意思 OK 所以rankEQ 就自动帮你把它排 排名就对了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Rumber就是 你的合计在这里 REF的话 指的就是整个 整个的话 记得把它选第一个 然后还包括底下 就是它跟整个范围比较 所以Ctrl Shift向下 OK 这样会比较好选 但你也可以整个拉 不过常常就拉过头 又拉拉拉去 所以我蛮习惯就是用Ctrl Shift向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之后的话 第三个就是order order的话意思是说 那如果我帮你把它排序了 请问一下你第一名是要最高的还是最低的 那这边的话 当然它底下有个order 零或省略 表示递减 意思说 合计比较高的放前面 当然我们是高的放前面 低的放 所以就是零 或省略 所以这边你可以输入零 或省略 当然就省略好了 不然等一下打一个零 多一个 就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的话 它算出来就26名了 不过待会按确定之后 一样要向下填满 因为其他人的名次 也会需要把它算出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有个问题 跟刚刚一样 就是说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怎么样 它这个 只要是数字部分的利好 它会帮你加一 那当然呢 这个2 第二 变第三 应该要变 因为换下一个人 但是这个范围不能变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2 跟43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 记得把它锁起来 不锁起来 变成说它范围 它改变 改变就算错了 OK 所以按个确定 好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名字就算完了 有没有发现 然后哪一个是 这个是第七名 所以如果今天呢 客户因为现在是大乐透啦 现在没有大乐透仔 现在叫大乐透 它的号码变1到49号 其他规则都一样 那你会发现 如果也是七个号码 那如果你要签 中奖基率最高 这个第七名 12号 第二名是21号 然后呢 在第五名 不过这样看 好像不方便 所以怎么办呢 待会我们要教各位 如果我希望 可以干脆帮我把 这个前七名的 号码 前七个号码 因为我待会可能 我下课就要去找投注站 我要去签一下 那个大乐透的话 那我这边 希望帮我列一个表 叫做前七名的 这个资料 前七 前七 OK 这个名称很敏感 算了 跳过 前七名 前七名的那个 OK 像我那天看 有个叫做叫做苦林 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苦林他台大中文系 毕业的 结果他就是 因为他也劈腿了 结果呢 被他的前妻 也害得还蛮惨的 他已经销售逆击十九年 最近好像有点付出的迹象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他以前的作品 就是写他多爱他老婆 结果最后 却被爆出说 他跟他的什么 老婆的闺蜜有不伦恋 所以整个爆发 因为很多人都看他的书 结果发现 他原来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所以他就非常失望 纷纷把他的书拿去烧掉了 等于是 就好像你幻想的对象 结果他原来是一场梦 那种感觉 OK 好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就是前七名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做一件事情 帮我把什么呢 只要是这个号码 是前七名的这个号码 帮我列到这里 有没有 所以应该这边要列出什么 12号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号码 21号 再来一直往下列 总共七个号码 帮我列到这边来 怎么做 像 刚刚就 有同学就马上问说 老师这个怎么做 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做到 跟各位讲 里面内建函数不行 这个时候你只能用VBA了 OK 所以怎么做 待会我们来看 我们下个休息 待会再来看 画面切换给各位 请各位先练习RANK.EQ